創意理財近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上漲了22點 今天的大盤其實蠻震盪的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哪裡呢 在於說今天是磨胎子的結算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高點突破之後 其實他也快速拉回 甚至拉回到平盤 這樣上下震盪至少8、90點的空間 台北股票市場為什麼會這麼正呢 我昨天有跟大家談過 現在的BIOS指標來到哪裡 來到一個正二的位置 如果來到一個正二的位置 其實大盤這個地方 它是有點過度樂觀 應該不能講過度樂觀 因為這個地方呢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未來的路還很長 但是呢在這個地方 短線上面會遇到一些 調節性的賣壓出來 那這些調節性的賣壓呢 一旦出來的時候 會做一個短線上的震盪 那這時候你要觀察 越均線的表現 目前的越均線的部分呢 越均線的部分 它是屬於一個上揚的態勢 那扣底值的位置 扣底值的位置 目前還在扣底這個區間 這時候呢 大盤會做一個拉回測試 測試哪裡 測試越均線 它能不能夠守得住 當這個越均線 能夠守得住的時候 我的大盤 未來要扣底下降區間 我的均線自然就會上揚 所以呢台北股票市場呢 會因為均線上揚的關係呢 慢慢的被它帶上去 所以這裡呢 你不用太過於悲觀 短線上面拉回的時候 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市場的氣氛 是非常非常悲觀的 你可以看到龍捲餘餓的部分 龍捲現在呢 大盤的龍捲 已經來到40萬張的水準 40萬張 這一段上漲 這一段龍捲在大增的過程之中 你可以看到指數 是一路不斷的攀升上來 所以這個龍捲張數 其實它已經被咬住了 它現在放空的人 幾乎都已經被咬住了 那這個一旦咬住的時候 空單一旦被咬住 它不會輕易的放手的 它不會輕易的放手 那不只是在 上市的指數 價錢指數 在櫃買市場也是同樣的表現 你可以看到櫃買市場呢 現在已經來到11萬張的水準 所以兩個市場呢 不管是上市還是上櫃的市場 目前龍捲的張數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市場現在大家的情緒 賞戶的情緒呢 它是屬於悲觀的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一下 我們的外資的部分 外資已經連續三天大買 都將近百億元 昨天是大買了113億 昨天大買134億 大買134億 所以其實一直連續的買差 包括81億 然後這邊92億 其實已經連續的回來了 你知道嗎 外資回來之後呢 市場上的資金動能就會慢慢的開始啟動起來 那這些資金呢 它主要流入哪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要去 未來要去觀察的重點 你不能用新聞去做股票 你絕對不行 因為你用新聞去做股票的話 你很容易被產電 包括今天大家不是在講說 有一些個股啊 有一些個股其實是 包括3698龍達嘛 大家在講說LED今天很強對不對 有了秘訪 有了秘訪LED場 所以你早上去追的時候 發現有了秘訪 為什麼股價卻開始往下掉 那2448的 2448的經電也是一樣 有了秘訪 你開始去追價的時候 其實股價是相對有壓的 所以你要你的操作 必須要領先市場 你不能夠看著 就是說大家跟你講說 現在這個地方很好 所以你趕快去追 你通常追的時候 都追不到一個好的買點 交易的理由 你必須建立在一個科學跟邏輯之上 你要有你的方法 你要有你的觀點 然後你要建立在一個科學跟邏輯之上 有人問我說 老師到底我們的股票市場的操作 你是要看基本面技術面還是籌碼面呢 我告訴他說 其實這一些都要看 但是最重要的是市場的心裡面 因為你之後 在市場的心裡面 你搞清楚現在市場到底是悲觀 還是樂觀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建立你的操作策略嘛 所以大盤在跌的時候呢 我跟你講說你不要怕 這一段下跌的過程之中 很多人都跟你講說 這裡是來到一個低量對不對 這裡的量已經收到不足千億元啊 那有在技術分析的看法裡面 低量技術必有低價 但是我認為說你如果純粹只用技術面來看 你絕對會錯的 因為呢 大盤現在走的就是一個高檔壓縮整理盤嘛 你可以看到這裡高檔是越來越低 但是我的低檔卻還是在往上提升當中啊 那這種高檔量縮整理盤 最後的格局會是怎樣 會是走一個量縮整理 量縮整理之後突破的那個帶量突破 那個才是真正的表態點啊 那個才是真正的表態點 所以呢大盤在跌破越均線之下 我說BIOS來到什麼 負二的位置這裡你也不用再砍了嘛 當我來到一個負二 每一次來到一個負二的時候啊 它是你給我極度恐慌的買點 它就是一個極度恐慌的買點嘛 所以負二來到了 負二來到了 你每一次來到負二的時候它就會反彈 每一次來到負二它就反彈 每一次來到負二又再度反彈嘛 所以操作它是有一套邏輯跟方法在做運行的 如果說你的 你沒有這套操作的邏輯跟方法 你永遠只是在拆行情 每一次都在看空 漲上來你也看空 跌下去你也看空 然後呢 有些人也是死多頭嘛 漲上來你也看多 然後呢 跌下去呢 你也還是要看多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你都沒有的話 你是沒有一個科學的邏輯的啊 你沒有一個科學的邏輯跟方法在做你的驗證的時候 你的操作會抓不到方向啊 你的操作會抓不到方向 那我也跟大家談說 我們的操作邏輯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看技術面 第二個你要看市場的心理面 然後呢你要再去看籌碼 現在資金往哪個方向去做移動嘛 籌碼面很重要 但是呢資金面會領先籌碼去做 去做移動 所以呢當大盤在漲的時候你要去觀察 錢往哪個方向移啊 當你抓到那些資金的流向 你才能夠掌握到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啊 指數在跌的時候 大盤在跌的時候不可怕 我反而比較怕大盤在漲 因為大盤在漲的時候 你不好去抓這個資金的流向面 因為資金的流向 它才會告訴你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嘛 所以大盤在跌的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特別去留意最近資金流入哪一些標的啊 那些標的呢才會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嘛 那你抓到市場上的主流的時候 你才能夠抓到一個波段的行情 但是行情在做震盪整理 你要去觀察現在呢 現在的行情你適合做短碎還是適合做長暴 大盤已經來到一個11000點已經突破之前的高點喔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喔這個突破啊 未來會做一個拉回 確實會做一個拉回 但是拉回測試的時候 你要掌握最終最終的那個買點 這已經是最後的機會了 行情是先從台積電開始帶動的 台積電今天再創新高的時候 資金已經來到說喔 已經來到了268塊喔 台積電已經創下新高了喔 那台積電創下新高的同時啊 貴買市場都還在底部 這個都還在底部整理 那這個一旦突破上去啊 帶動月均線翻揚的時候 才是整體趨勢開始向上的時候 這時候個股的表現 會比指數的表現還要更加精彩 還要更加精彩 但是你要掌握到的是資金面 錢往哪個方向去做移動 資金的流向才會告訴你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大家會把目光都放在啊 被動元件的這個區塊 但是我說被動元件啊 你要看的就是這檔國具 2327的國具呢 目前它是佔回月均線之上的 可是你有發現到一件事情嗎 它的月均線還是下彎的喔 它的這個箭頭還是下彎的喔 一條下彎的均線它會形成一個壓力 而不是支撐嗎 再加上說它目前高檔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套牢的賣壓太重了 套牢的賣壓太重了 所以一旦它開始做一個反彈上來的時候 你也會遇到層層的賣壓出來 所以呢被動元件市場呢 現在是最好的一個選擇嗎 我認為不見得 甚至說像這種 像這種 矽晶圓的族群也是一樣啊 它目前遇到的都是一個重重的賣壓 你看說環球晶的部分 它今天是不是頂到月均線了 它今天頂到月均線之後 其實開始就出現一個壓力出來了 所以你的股票的選擇 你的股票的選擇變成說 你不一定要去找過去那些熱門的標的 你反而要去找未來的主流方向在哪邊 因為你只好先找到主流 你才能夠有波段的行情可以去做期待啊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必須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我們現在要求的是大盤漲上來了 我們現在要求的是效率 你要找到未來資金正在佈局的標的 而不是一直在看過去的那一些 那些讓你套牢的那些族群 改變你的操作跟思維 你才能夠找到資金的流向 才能夠找到未來行情的方向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拉回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嘛 所以邏輯跟方法很重要 你要知道說你的操作的邏輯跟方法 到底是對還是錯的 當你是錯的時候呢 你要去做改變 你要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在做得到的同時 你要去觀察籌碼面 跟它的理由在哪裡 當你的股票呢 它有籌碼的保護的時候呢 它自然可以走出一個長波段的行情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感恩會員的支持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代理會員征服古海 共創雙贏 聲稱的感謝滿滿的握力 狂盛專案再加碼 力上加力展開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感恩會員的支持 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 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帶領會員征服古海 共創雙贏 深深的感謝滿滿握力 狂盛專案再加碼 力上加力展開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並且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藥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我現在請三個藥 五個不 預防禽流感 勤洗手確實消毒 雞肉蛋要熟食 要買合格標誌的禽肉蛋製品 不生食 不購買 不自行宰殺 不餵食 不接觸 三要五步勤防護 人間處處有情天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的價權股價指數 維持在一個橫盤整理的區間 大概上漲了22點 那台北股票市場 目前是一個高檔震盪整理的格局 我們可以看一下目前 上市貴價權股價指數 資金的流向面 目前大盤是走向的電子 紡織跟電機這三大族群 所以大盤的主流 還沒有非常非常的明確 現在的操作 你必須要先去找到市場資金 他到底在買什麼股票 勝兵是先求勝而後求勝 敗兵才是先求勝而後求勝 我們講說市場的資金面 為什麼如此的重要呢 因為我如果把大盤一切為二 市場上面有一個部分 有一半的部分它是買盤 另外一半的部分它是賣壓 當我的買盤高過於賣壓的時候 我的股價自然就會上漲了 但是當我的賣壓高過於我的買盤的時候 股價它就會下跌 那有人市場上面的主力 或者是說那些法人超盤手 他們在買股票的時候 絕對會是去找 或是去找未來有買盤會去參與的吧 那他會去賣掉一些未來賣壓 他會是比較重的標的 所以資金在移轉的過程之中 你必須要去參考資金的流向面 你才能夠抓到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我們在7月13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 這檔個股你要特別的留意 它就是4942的加張 我跟大家講的時候 這檔股票才剛開始做突破而已 你可以看到7月13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它是突破的一個買點 突破壓力之後它會回撤支撐 雖然這檔股票它現在漲得很快 但是未來它會回撤月均線的支撐 它會是一個買點 但是均線它是往上揚的 均線往上揚的時候 它會帶動它的股價慢慢的往上去創高 而且它的基本面有沒有支撐的力道 第一個 它的股價淨值比高達47塊錢 去年EPS高達1.75元 今年上半年就已經賺了去年全年的EPS了 那主力它在TV跟NB 但是它另外切入了車用跟半導體的市場 而且最重要的是 量佔比從1500來到286 什麼叫量佔比呢 就是市場上面它目前所佔的比重是多少 那我1500的話 代表我的排名在1500名 但是我286 286名 代表說我的量佔比的指數 是往前在做躍進的 原本我是落後班 但是我突然之間跑到了前段班 也就是它現在非常非常的努力嘛 市場的資金已經看到了它的機會了 那市場資金的流向 它會決定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4942的家章有沒有 它在7月13號的時候 它的點在這裡 它這個突破的買點在這裡 我說它突破壓力 它突破壓力會做一次回撤支撐的動作 它會做回撤支撐的動作 當你回撤到月均線的時候 只要它的月均線不會沒有經過下彎 它沒有辦法下彎的話 基本上它會走出一個波段的行情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段整理嘛 它在整理的時候 現在是開始在做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到目前為止 獲利也才大概20%左右 你看它覺得說20%好像沒什麼 好像沒什麼 但是你要跟大盤來做比較 你要跟其他的類股來做比較 這一檔個股呢 它做了突破之後 資金在做轉入 也就是說現在市場的資金 是往它這個方向在做移動的 那它的移動的方向呢 是由其他的個股的資金所流入 我有人賣掉的股票 然後去把錢轉向這方面的股票當中 如果說同一個時間 你去買的是什麼 你去買的是2492華興科 你去買的是2327的國具 這個方向 甚至你去買的是6488的環球金 基本上你都賺不到錢 但是呢 現在資金流入的方向就是在這個地方 錢就是往這個方向在做移動 所以你有沒有抓到那個資金的流向面 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大盤現在在漲 大盤在漲 不見得每一檔個股都一定會動 因為呢 大盤的結構上面 現在做的是一個跌升的反彈 很多的個股是在做跌升的反彈 所以資金流入的方向是屬於一些跌升反彈的個股 在做啟動的 但是這些跌升反彈的個股呢 一旦遇到月均線的時候 它會有重重的賣壓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跟大家談說 這裡它突破的壓力之後 會再做一次回撤支撐的動作 但是你在做回撤支撐完了之後啊 它能夠帶動月均線翻揚 它能夠帶動月均線翻揚 這時候很多很多波段的股票才會顯現出來 但是波段的股票它顯現出來的時候 它的技術面絕對是強過於 強過於那一些落後反彈的股票 因為籌碼面的關係 落後反彈你敢追 創新高的股票你卻不敢買 這個是人性啊 這個是市場心裡面 所影響到你的操作的結果嗎 資金會影響到個股嗎 那我跟你講說你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有一些籌碼面相對穩健的標的 它的漲勢絕對讓你不敢追 當你不敢買的時候 它就漲給你看 它就漲給你看 我們大家在 我們跟你講說有一些PCB的族群 開始在做一個 在做一個波段的佈局嘛 所以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啊 我這檔個股呢 金像店我跟你講多久了 我為什麼會告訴你說 它是可以佈局的標的 很簡單啊 融券嘛 券單開始大增嘛 當我市場上的券單 已經累積到40萬張的水準的時候 什麼樣的股票它有人在空 這些空單如果不做停損 或者是他不願意認輸的話 你要知道軋空它是沒有上限的 軋空它是沒有上限的 那我跟你講說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嘛 我說空單大增 它的軋空行情會做啟動 會做啟動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2368這檔股票 它到現在為止 它到今天都還在創新高當中 都還在創新高當中 一個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那未來它的行情會走多遠多長 我不知道 你要看的是券單 你要看的是目前融券的張數 它都還在8500多張 這些空單有沒有認輸 沒有 它沒有大量回補之前 基本上這個行情都還會再啟動下去 都還會再持續的走下去 那現在資金面已經在做移轉 它已經移轉到這個方向來了 但是你的想法 你的操作還是停留在過去 你還在緬懷過去那一些快樂的時光 你認為這些快樂的時光 還會再回來的時候 你就慢人家一步了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勝兵是先求勝而後求戰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 所以你有沒有找到你的公式跟方法 你有沒有找到你未來行情的機會在哪邊 有一些個股它會不斷的去複製那些籌碼的模式 所以我跟你講說 現在PCB族群開始在有資金在做轉入了對不對 當你PCB開始有資金在做轉入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留意這些標的啊 資金逆勢轉入它會逆勢的突破 資金轉強它會逆勢的突破 當天就可以強縮漲停嘛 那這些個股呢 它會慢慢的一個一個開始在啟動表態喔 它會慢慢的一個一個開始在啟動表態 因為農捐漲數的關係 現在很多人願意去放空 這一些強勢的個股 如果是弱勢的族群你去放空我同意 但是呢強勢的個股你去放空 它相對來講啊 它相對來講風險性是大的 因為資金它正在往這個方向在做移動 你錢在買的股票你去放空 相對而言 你是沒有看到它未來的機會嘛 等到說新聞告訴你了 等到市場的訊息告訴你說 原來為什麼的時候你就已經來不及了 大陸嚴打排污啊 現在告訴你說台灣PCB廠有望受惠於轉單的效益啊 這是產業面 產業面告訴你說它現在有一個機會正在做轉機 但是呢資金面有沒有提前告訴你 資金面已經告訴你了 因為錢在買的股票 是不是跟你講說 這裡已經跟你講說有人在做佈局了 那你現在你看到的時候是8月23號的時候 你看到的時候是8月23號的時候來得及嗎 你要不要跟上資金的腳步 你從市場的訊息面去操作股票 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甚至說有一些個股啊 我跟你講說 這一檔個股有沒有 短線交易特區 量增價長指標開始做翻揚 鑽石理論當中大盤在跌的時候 能夠逆勢有買盤去做佈局的標題 絕對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 絕對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 當個股已經慢慢的形成一個族群 族群就帶動整個趨勢面的上漲的時候 這個才是你要去佈局的標的 5.439的高近你也看到說 大盤在跌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開始往上漲 是漲了多少的幅度 但是呢 短線上BIOS過高 BIOS來到一個相對高檔的區域 他會做一個拉回修正 因為均線的角度而言 他現在乖離過大 乖離過大他會做修正 但是不代表他要轉空 他不代表他要轉空 短線上休息整理而已 一旦開始在做逆勢突破的時候 資金又會再回頭去做 這檔個股的操作 所以操作的公式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你要掌握住 你要掌握住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你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運動財經台 為投志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盤中急時為您解答 7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動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感恩會員的支持 感恩會員的支持與信任 現在不再假的 狂盛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我是戴慈瓶 比赛我全力以赴 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 要发票吗 帮我承载具 什么载具 怎么对象 手机条码 信用卡 都没事哦 中奖会自动通知 还可以自己查 发票用载具 环保又便利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关心您 这个电子是可以 阿宁啊 医生跟护士交代的48个小时已经过了 妈妈现在煮了一碗米汤 给你补充营养 赶快来吃哦 有主力买的股票才是 有主力买的股票才是